欢迎收看老赵新力量 我是亚文 在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这一首 我自己很喜欢的音乐 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 由成员老师小提琴演奏之外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所认识的一个年轻朋友的故事 他是一个爱奇尔家庭的手足 我要解释一下 我们在讲手足这个身份 指的就是身心障碍者的兄弟姐妹 我们称身心障碍者为爱奇尔 我认识这一位成年手足 是在天使性家族的服务当中 有一次我们举办产息 他就代表了一个手足的身份 站在我们所有家长的面前 他说我今天想要代替所有的 手足身份的朋友们 对父母亲说 身为一个手足 我们常常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是在幼年的时期 父母亲很忙碌 所以手足很容易被忽略 第二个问题他谈到的是 当我们进入到小学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害怕同侪的眼光 因为孩子们说话都很直接 不会修饰的 然后再加上年纪小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认识爱奇尔 只会觉得你家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兄弟姐妹 所以有时候可能言语上会有一些嘲讽 所以他们其实会害怕 第三个问题是 他们逐渐的长大之后 会不忍心看见爸妈照顾的辛苦跟压力 所以其实手足很本能的 他会反映出 我也想帮忙的心情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最后告诉父母的是什么呢 他说他很想要 让父母知道说 其实手足可以体会父母的心情 但他也很期待 父母能够看见手足也是一个孩子 当我听到这个成年手足 他这么说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我也曾经听过另外一个成年手足 他也是一样 很希望爸爸妈妈能够看见 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 无论我的年纪多大 也许我知道我应该负担起 家里面的某一些责任 但是请爸爸妈妈不要忘记 我也是你们的孩子 当我听见手足们这样分享的时候 我心里面充满了很多 很复杂的情绪 我一方面可以体谅 爸妈其实不是故意 要忽略自己的孩子 爸妈有好大的一个照顾的责任 在身上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很想在这个节目当中 要祝福每一位父母亲 能够在生活上 更分配自己的有限时间 让家里面的每一个孩子 就算没有爱奇儿的家庭 我相信每一个孩子 都需要得到父母的注意 祝福我们每一个身为父母的人 都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父母 而这个智慧可以从天上来 我们会觉得我们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 但是上帝可以给我们更大的爱 更大的智慧 去面对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家庭的需要 分享给大家这个小故事 也期待这个音乐能够温暖你我的心 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 拜拜